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東部保護處 很高興跟大家認識 因為今天有好幾個 應該都是從事臨床受益 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從事臨床受益 還是說在有些其他地方的 有幾個手 開醫院的 其他的可能就是一般的公務受益 還是都有 受益師的繼續學習 讓大家能夠繼續充電 因為我本身是在台北市東部保護處 也想說有一些經驗跟大家來分享 藉由這些經驗 讓大家在食物上 有沒有需要我去協助的地方 因為畢竟就是說 在一般的臨床受益師 在自己的醫院裡面看門診 可能比較會碰到一些 動物用藥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可能有一些販賣 你沒有許可證 然後造成一些 你後續產生的一些問題 那也有可能就是說 除了販賣以外 可能就是說 這些動物用藥 因為我在台中線 可能就是台中市 那我跑庭床受益師 就是說到一般的 訓募場去跑這些藥 那你沒有去開這個 處方線的時候 可能也會碰到一些問題 在食物上可能都會碰到 沒有人檢舉都OK 如果有人檢舉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也很麻煩 因為這個法則 認定以後 這個法則就非常的重 那想說 藉由這些的 這隻的機會 因為我現在本是從事的 就是說 動用藥這方面的管理 那之前我是從草食動物 然後便宜建立也做過 那動物管理也做過 那後來又回到這個動物用藥這一塊 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本身的動用藥就 非常的多 因為他的公司設立大概都在台北市裡面了 所以有時候奇奇怪的東西 就非常的多 那就是藉由這些食物的經驗 來跟大家來分享說 我們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決 其實法規以前在學校可能大家都有念 那法規其實有時候覺得是很無聊 可是當你碰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說會非常的緊張 因為一碰到就是罰錢 罰錢 比較嚴重也可能會牽涉到刑法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不得不去重視 因為畢竟大家都在開醫院 那也有可能是從事一些 涂在床的工作的臨床收益 或是一些 就是說在信物廠 企業收益室這一塊 就是說大家 能夠去了解 盡量去避免 有一些法規的問題 才不會說自己已經辛苦的工作 一個月大概四五萬塊或六萬塊 那一拔下去就九萬塊 就起跳了 就這些薪水都不夠用 所以還是就是說 藉由這些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如果說大家有一些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大家 如果我有不知道的地方 也可以幫你們去收集一些資料 然後幫你們去解決一些問題 我是覺得這樣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那所以從這個動物用藥 然後有一些受醫師法的一些事物的認知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那首先就是講這個動物用藥 動物用藥大概 我們所謂的動物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母法 就是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它總共有48條 48條 那這個只是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因為很多的法規 它 剛開始訂的時候都是 因為需要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管理藥品 其實沒有法規的時候 是大家都很容易做 反正 沒訂法規沒有訂法律 我怎樣做都罰不到我 只是說這種法規的訂定 就是說讓我們的 因為反正就是大家社會一直在進步 然後大家就是彼此要去做一個規範 然後才夠把整個的社會的一種 就是所謂的動物福利 收醫師的品質 然後去提升 然後去提升 所以主要就是說 藉由這些的觀念來定定這些法規 那也是講說 早期也是講說要 要增進動物福利的福祉 這個都是文字上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說明 所以它總共有48條 那也經過了五次的修訂 從我們這個圖面上 我們就從60年就開始 就是頒訂全部的48條 那後後陸陸續續呢 就會做一些的修訂 做一些的修訂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這種修訂的法規 就是因為有時候 不管我自己是在開收醫院的 那也有可能我自己是收醫師 或是說企業的老闆 那我要賣這些的動用藥輸入輸出 都是要經由這些法規 那取得證照以後 才去做一些合理的就是說 讓動用藥能夠遵循一些正常的規範 去做更好的 就是說為了動物 我們要做更好的一些福利 所以才會有這些藥品的管理 那最後一次的修正是在105年 105年這個母法 所以有時候在看法規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要 因為以前 我記得以前在學校老師在教法規 他就這樣陸陸續續教下來 後來我覺得說 我們在看法規的時候 有時候要去注意 就是說 法規它訂定的時間點 這個也要去注意 因為有時候你翻錯了 然後人家已經修訂了 你用應用法規 你要去跟人家抗辯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很難 因為明明已經做修訂了 你可能就受法 所以就是說 你在看這個法規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要從 整個 整個就是說它的 如果說有 因為現在的系統 就是很方便 你可以到法規系統上面去查詢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它訂定的時間 跟它修訂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那這些母法裡面 也可能會牽涉到一些 執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不得不去留意 所以這種法規的訂定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了解 這個通訊片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用藥的總共有48條 可是它牽涉的範圍 它解釋的範圍也是非常的多 那也有帶解釋的東西 也不知道 因為中央 訂定法規是中央在訂 那地方在執行 所以這個方面 我們就只是遵循中央的一些法則去做 然後來解決一些問題 那所以動物用藥管理法 它有牽涉到就是 受醫師的床間的買賣 跟使用管理辦法 然後還有動物用藥的販賣業管理辦法 還有生物藥品的查驗 還有使用的準則 那另外還有一個施行的細則 那後面所提到的就是說 這些母法裡面 我們最前面就講到動物用藥品的管理法 那它延伸出來的就是說 後面我標示了 像第三條 十九條 十八條 二十三條 四十幾條 這些都是從裡面再延伸出來的一些解釋 就是說我們應該怎麼去遵循 然後它裡面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表格 我們應該怎麼來做 怎麼去執行 這個都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那藉這些概念 讓大家能夠在實務上跟 就是說法規上能夠去做一些結合 就是讓大家能夠 碰到問題 我怎麼去找問題 去解決問題 或是說從這些裡面呢 我怎麼去解決我跟一些畜組的爭議上的問題 或是說你在從事公司 生計營業上面有哪些問題 那跟我們臨床受醫師比較有關的可能就是 受醫師的處方間的買賣跟管理辦法 那另外就是動物用藥販賣業的管理辦法 那現在我的工作裡面呢 比較偏向就是在動用藥販賣業的管理辦法 因為這個部分在台北市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說也可能碰到人家檢舉的案子 是非常的多 那其實後面也有一些安理的一些分享 能夠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避免就是說觸犯法例 那你這樣的話你的核報可能就會保住了 那所以相關的法規理項目 跟從這個法規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 總共上面有列了大概有12項 那可能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就是動用藥管理事情細則 那後面陸續就標註它幾年 幾年修訂的一些一些作業規章 那這個都是可以供大家一些參考 其實這種自信在現在的 就是電腦系統非常 就是自信發達的時代 你要去查詢資料都非常方便 不管你是說從你的 因為大家都有手機嘛 一碰到問題我就是查手機 然後就是從這些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碰到問題了 我們怎麼去解決問題去收集資料 可是要很重要就是說 以我的經驗就是說 以前剛開始在辦理這些案件的時候 也是會慌張 因為一碰到不知道怎麼辦 那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如果說碰到動用藥 我們就把一些關鍵字 你可以打在電腦上 或是在你的手機上打一些關鍵字 然後去慢慢搜尋 你就可以發現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因為大家賺錢就來不及了 可能還要念這個法規也是非常的累 所以只是說教大家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在查詢的方向就是說 你可以走關鍵字的方面 然後再去搜尋你需要的東西 那有先有一個概念以後 你才能夠去針對這個法規 去怎麼去做更好的一些管理 就等於說你在跟一些的敘俗 面臨的一些敘俗 怎麼去做一些調節的事情 這個都是需要大家能夠知道的 那所以從這個動用藥 因為早期動用藥很多就是 我們可能會面臨到的就是說 動用藥它的來源 它可能是從食品來的 就是說你可以從化學的方式 或是從動物裡面去體驗 那這些也可以從細節裡面去體驗 那這些的東西就是透過藥物的轉化以後 然後產生這個動用藥 就是符合大家需求的一些藥品 怎麼去做治療 所以列出這些的圖片 只是如果告訴大家動用藥 就是以前我們大概的想法 可能都是一些化學藥品的產生 那後來慢慢續續的現在現在 大家都在提這個中醫 中受醫的藥理治療 那這個跟大家可能也都比較有 就是說大家想要去藥 那之前我記得好像大概前兩個禮拜去 前進也去開會 那些業者 也有些業者 也有些大夥伴 他們也想到說 怎麼去規範這個中受醫的藥 那他想得很好 可是政府機關就是中央裡面 要去制定這些規章 要去怎麼去弄 這個也是一個大工程 因為還要 就是說一般在制定這個法規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 可能就是收集 剛開始可能就是大概有承辦人在寫 寫完以後呢 然後就承上去 然後就是內部開會討論 就是由中央開會討論 討論完以後呢 他們就會說 我這些的案子 可能要召集民間的一些團體來開會 那時候就可能有得吵了 因為大家的想法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就會 很多就是說 他們有些人會想說 欸我把這個法規定得很完善 可是 法規的定律並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你考慮層面太廣了 那沒有去照顧到基層 那定得太遠了 把基層弄得大家就寄灰口下 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法律定得越多的時候 定得嚴格的時候 就會 也是很難去執行 所以剛開始在定的時候 就是說 有些人就會想說 我們一定一次到來不可能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前面 就是有法規這樣 每年他都會修修修 每天自己想要出來開業創業 要用這些藥物的問題 看到這些法規定有一些問題 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透過基層 就是說 說醫師有工會 那我們有年會 或是說 隨時可以把這些資訊 就是說 你想要建議的 透過工會 然後去再有工會 再建議到中央 這樣子 這樣的制度可能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 一般你自己去建議的時候 可能沒有人會擬你 因為 很多就是我們 就有一些團體的力量 來push中央 去做修正 才有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 這是我在 統順公務的一些 一些經驗裡面 會碰到這些問題 那 主要就是說 透過這些人的修法 然後才我們可以再 制定這種 藥物的一些規則 所以 剛剛提到這些以外 就是說 很多的 種植物用藥 就是 額外提出說 有人要提出這個 植物的問題 這個也是很好 就是說 大家可能 可能 還要再 我再看可能 五年十年 不曉得 因為法規 也會成立 就是說大家 也要去留意這一塊 有隨時 就是說 有空的時候 你可以到法規上面去看看 到農委會的一些系統 上面去看看 他們到底有哪些 跟你比較有關係的 他沒有關係就不要理他了 因為法規常常在店 然後他們修 有時候非常的多 我們有時候好像也跟不上 也沒有我們自己自己需要的 所以 只是跟大家來分享說 最近就是有人要提 就是 食物這方面 去做一些規範 那其實在大陸這方面 他們也是做得很好 他們也是在 集體在 應該是有規範的 所以 這種就是說 不斷的進步 讓 提升我們自己的 收益的本能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些 這些 基本信念 一些法規的 一些嘗試 能夠去瞭解 開上自己 就是說 在 用藥上 或是說 在職業上 或是說 在營運上 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動物藥品的第二條 就是 它有定定 因為一般的第一條 就是定定它的目的 那第二條 就是它只是告訴說 這個 這個定定 就是由中央機關來定 很多的法條 就是 都是由中央來定 那直下室來執行 那 最新是就是 像動物 動植物這種 保護機關 大概有22個地方 那動物保護處 的名稱 有七個地方 那 還有動植物的 的名稱 有四個 所以 以前可能比較好 大家一聽到 欸 防治所 可能比較年輕的 可能就不知道 以前叫做 動植物疾病防治所 大家一聽到 各縣市都有 一有問題 要什麼請教的 或是你要辦什麼公文 你就可以透過這些機關去詢問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 各縣市政府他們有自治的權利 所以就改改改 改到最後 好像 都名稱 都不太一樣 都混混混混混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只是提醒大家 你們 可能就是說 有碰到這些問題 你們要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 你可以想到這些機關 它可以提供哪些的服務 可以去尋求 因為 這個是一個 資訊方便的一個時代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就是說 我 需要的地方 是在哪個地方 那 只是 透過這些 觀念 讓大家能夠了解 說法規的定義是 母法還是在中央的定 所以 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怎麼去 了解 就是說讓 這個法規要推行的時候 就是 透過公會 然後 或許可以找我們的市議員 或是立法委員 去Push這一塊 讓自己在 這個法規上 能夠更多的一些精進 能夠滿足 我們自己的需求 不要說 綁到最後 綁到自己 綁到自己都受不了 那 現在好像立法委員也有 也有那個 好像有一個賴議員 賴總統 為什麼 好像也是獸醫 其實這個都也可以透 因為 因為如果有受醫在這個 這個 立法委員裡面 他可能就 對受醫這一塊的 生態 比較知道 如果讓大家能夠去 需求 我們就跟他講 在溝通上 在協調上 可能就很容易 達到我們需求 那像在台北市 也有那個 楊靜穎 他是台北市的 市議員 他本身也是受醫 當過理事長 所以 在溝通上 就不用花那麼多的精神 因為他本身 他的職業裡面也是受醫 所以 在溝通上 在需求我們的 一些改革上面 就很容易 所以 所以像這種 這種的知識 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了解 其實 所以也有很多人去 去當立委 當市長 像彰化那個 那個縣長 也是 林世傑 他本身也是受醫 所以很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些人脈的關係 把一些 就是法規 在修訂上 有很大的幫助 這只是 讓大家能夠了解 那其實 法規 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在網路上 有很多的查詢方向 其實這個動用要管理法 你也不知道 就是跟農業有關係的 所以 第一個我們就會想到農委會 這個是農委會的大樓 它剛好是在建築的 對面 在對面而已 那 農委會裡面呢 它本身也有很多的法規 那我們要查詢的方向 也可以到它的網上去 去做一些搜尋 那藉由這些的 這些的 知識的一些來源 我們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其實農委會裡面也有序幕處 跟收益也比較有相關的 那 像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它就在 也在附近 也是 也是在和平西路 那 受益這一塊呢 可能會比較 碰到的 就是常常會跟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的一些 一些聯繫 像有時候 各位在執行 在業務上 可能會碰到 一些人陳情 這個案子 可能就只要到 到那個 房檢局去了 然後它就會 調辦下來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處置 那 有時候像這種調查 就要 密密的去調查 去搜尋這些資料 那其實這些法規的系統 除了這些以外 房檢局 它也有 那 像 前兩日 我去到 太安去開會的時候 也 他們那個 房檢局他們也有邀請一些 一些法規 檢察官 來 來說明 來解釋 就是說 怎麼去做一些 就是平台 兩個平台的 一些聯繫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 以前我們大概很多的 受益都是 命不造居 自己搞自己的 那 其實現在的年代裡面 很多很多 就是我們彼此要去 做一些跨平台的學習 你把你的知識 就是說 你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請求哪些協助 這樣才可以 就是說 在 對你的經驗上 是比較重要的 那那天 那個 檢察官 我們之前也沒有 受益 為什麼要找檢察 只會是被派行 或者怎樣才會找他來 那 後來就是 發現說他們有很多的案 好像 那天大概都是 舉例一些農藥的 農藥的一些問題 因為他 他一些檢察官 對 受益這塊 就是很陌生 因為沒有 我們一般在 在 中的案子裡面 大概都是違禁藥的 那其他就可能比較 比較少 也沒有很大的案子 那所以他們就是說 他只是舉一些農藥 因為他以前有配合農藥的檢察 就是偵查 那 來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些的 這些案例呢 其實受益 都可以來 應用 就是說 好好的去利用 這個檢察官 這個平台 那天 我有跟他建議 我說 像 他們有很多的韓氏 那 每一個承辦人 他如果 他十年 二十年之前 在做承辦 那韓氏 那韓氏完 就丟在那個 就丟在那邊 不用 那你後面的人 承辦一下 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韓氏 再韓氏一次 那 這個人員一直在移動 根本都找不出 到底有沒有解釋怎樣 那每個人解釋又不一樣 所以我是 因為他提到這個平台 所以我有跟他建議 就是說 最好能夠把 防檢區 他們已經既有的 或是說 慢慢地新增 能夠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 就是說 我碰到問題 我怎麼去解釋的時候 我可以從這個平台 讓大家能夠去學習 就是說 避免 有一些缺失 因為 畢竟就是 人員運動 或是 這種歷史的 這種交代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那 藉由這種 自信的發達 我們能夠 收取很多的資訊 能夠避開一些 不必要的措施 那 這個就是一些法規 那就是說 從 這個 農法會的 產業系統 我們可以去查 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方向 就是說 讓大家就能夠 去互相的一起學習 就是告訴說 有這個 有這個平台 那 希望就是說 我那個建議 是有效的 免得到時候 他們回去以後 聽聽就算了 因為有些 長官他們是說 好好好 講得很好聽 那如果我有機會 我再去看 我也會跟他 不許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 就是說 對我們後 就是後備的一些 受益 在辦業務 或是說 看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哪 有哪些的資料庫 可以去搜尋 這個就是跟 讀書館的概念一樣 因為讀書館 他也幫你分類了 那希望這些 他也建議 讀書的一個概念 讓大家能夠分類 能夠去收集 那 可以減少很多的 一些 一些 紛爭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從這個 農委會的法規系統裡面 我們也可以獲得 很多的知識 那所以 從這個 動物藥品關係 剛剛提到 第一條就是 目的 第二個就是 機關 那他還有一個 法者 一般 法條大概都會這樣 定 他可能也有一些 負責 那法者裡面 就是 從36條到48條 那 主要目的 這個 機關定這個目的 就是為了 要 動物的品質 動物藥的品質 維持動物的健康 健全 健全 這個性物業的發展 就是來制定這個本法 這個是他的主要目的 所以 前陣子也在提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這個 受驚的問題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這個也是炒得 廢得 廢得也是很厲害 每一個人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站在我們受益裡 有些人可能會站 有些人會不同意 那 之前那天 開會的時候 那個 長官員他們在 怎麼去解釋 要 那可能就是說 上面他有政策的說 你下面一定要去 要去支持他 你的老闆都這樣講 你不去支持 他可能就 馬上就不曉得 會不會 會不會 不知道 因為 講是這樣講 那每個人的想法 像外面的言論 受益這個問題 也是 跟動用藥有關係 就是說 這種 的 關係到 他 只是說 美牛輸進來的 產品 非常的少 就1% 你吃下去 只有一點點 也不會怎樣 所以 各說各的 到底會不會怎樣 就是 由時間來證明 就是說 你的 子劑 可能就是說 代謝上 有些問題 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因為 就是靠以後 大家 去 去試了以後 很多的科學線 震避出來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 這個問題 都不知道 所以 正在政府 他當然是說 用科學 目前的科學分區 就只有1% 那進口也不多 也沒有損失很多 可是 如果 本身是說 我在養這個豬 碰到這個問題 人家跟你競爭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保護你自己的財產 都會這樣子 那當然 希望說 我不想讓這個 醋精進來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怎麼 去精進自己的 產品的品 所以 這個養豬 也有很多 跟這個動用 也有關係 就是說 因為 因為 醋精本身 再早期也是用在 食料添加物裡面 然後就是 讓 讓 你的肌肉 變成 脂肪 轉化為肌肉的 利用力 會比較高 覺得好用 他現在哪來用 他以前 訂定這個法規的時候 他好像 之前還沒有修的時候 好像 牛也可以用 只是都 沒有抗議 沒有抗議就算了 現在 特別不要說 都不可能用 可是 在外面用了 可以 進口 我在美國養 可以用手機 那 進來的時候 不得檢出 他沒有選擇 不得檢出 因為不得檢出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非常強硬 因為 畢竟就是 機器的檢驗度 因為 現在一直在進步 所以 像你們 林長說一次 武林長他們 裝的那些儀器 也是一直在進進 像這種檢測儀器 也是一直在進進 可能 以前 只有0.1可以檢測出來 後來可能 0.001 都可以檢測出來 所以 這種就是很難講 所以 只是 只是跟他講說 這種 要去注意 就是 額外 目前這樣子 的狀況 那 所以我們列出一個 錶就是從 從我們開始 然後就是到房間去 然後就是有各縣市 來分工分折 就是定定 中央還是一樣 定定法規修飾 解釋 這些都 可能就是說 聽說 聽說會是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 你打電話到各房制所 他可能沒有辦法解釋 解釋 因為現在是要解釋 沒關係 很容易 你就寫個信 寫到中央去 或是 因為 你直接 如果 要不要快 就直接請中央 跟你解釋的問題 那 如果說 你沒有很大的問題 你就寫到房間去 寫到 各縣市的防疫機關 他們可能就會回答 那 像 這邊應該 台中 應該有 1999 類似這種集中 就是人民城市 你也可以寫給他 他就會回覆給你 那 這個的系統 大概都會回覆到 回到 當地的 管治所的機關 去做回答覆 如果說 你們比較有 想要更好的解釋 你可以請中央去解釋 就直接寫到 房間的解釋上去 打卡的解釋 這樣 只是 讓大家能夠去瞭解 其實這個 可能也會增加他們的業務量 那 彼此 如果說 我有很好的朋友 或是同學 學長學姐 我就可以通過 我的 一些 一些認識 直接去問 來解決你的問題 也可以 因為 有時候畢竟說 你把這些問題 丟出去的時候 你之後要收 就是說 發生這些問題 可是要對於你有利 對你不利的時候 你到時候 自己也是 人家就說 我已經有解釋這些 你自己也不利 因為 畢竟就是說 公共機關裡面 他已經留有檔案 你便博的時候 可能也很難 所以自己要去衡量 衡量這種狀況 所以 講到就是說 法規就是由農委來定 中央來定 那 執行就是有個限制 那也是告訴大家 有這種 這種體系的概念 讓大家在執行 在法規上 獲得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尋求解決之道 那教會所呢 教會所 教會所他也有分鎖 在中南那邊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 跟大家 之前在做兵器鑑定 或是說你的意見 有什麼問題 可以送到教會所去 那現在教會所大概不熟 可能就送到各學校的 整個中心 可能會收費 那 反正現在就是 大家都在競爭 大家就希望開闢 開闢日的來源 所以就會 那像 教會衛生研診所 大概都是做 控告機關的一些 一些 可能是說的 法官或是說 一些研究的 單位 所以 藉這種民間人 他大概不會去執行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跟 醫藥工業技術 研發中心 這個在五股 這個就是跟 一般如果說 你想要去看 開業創業 就是說 當公司 或是做 藥品藥草的一些方式 其實 就可以跟這些機構來聯繫 因為 這個也是財政法人 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 了解說 我如果有問題 可以去尋求 這些 一些解決 因為他們那五年應該 也有很多的 研究員 或是一些 行政 配合 中央的政策去執行 那 所以我從這個 體系裡面 就可以了解說 大概有這些的 這些管理 那各先制的 防治所的一些 的資料 就是上面都有貼的 22的機關 那還有電話 那 現在進去 就是打電話進去 就是要問 不然就是 都不知道說到底是 分成哪一個 因為 之前就是 一二三課 以前又有 補法 一二三課 那後來因為 他的 他的業務需求 就是說要走向 跟民眾比較貼切 所以 會把它分成 那個業務的主項 就變成說 這個是屬於公衛 這個是屬於 什麼 防疫啊 一些變 讓民眾知道 可是有時候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為 喜歡的 編法都不太一樣 相信 對 對各位 可能如果碰到問題 要打電話進去 真的不知道 要找哪一個 所以我裡面 有 認識的一些學長姐 或是一些 校友 這個都 可以來做一些 全球解決 所以藥物的使用呢 就是 主要就是 在促進這個 這個 促進生長 那這個也包括了一些 消毒 治療 這些 這些方面 那 所以藥物的使用範圍 也是非常廣 這個 只是高度上 大家 就是說 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了解 生理的機能 然後 也可以變你的 這個品質 就是說 更好 這個都是 藥物的使用 什麼 藥用多了 就變成毒 毒了 如果用得好 你可能就把身體 就養好了 可以增強你自己的一些作用 那 所以 所以藥物的這些使用的範圍 就是 有大家來拿捏 就是說 在 防疫上 一定要遵循上面的一些 受益規範 因為 很多的 就是說 在自己的受益院裡面工作 也 也會忽略 就是說 我要定期的去消毒 要怎樣 這個 這個可能都會忽略掉 因為 很多疾病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一些 學長 他們 就是說 慢慢你在看年紀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 會發現說 他以前可能在從事一些 受益的平常工作 特別去注意自己的 空洪衛生的問題 這些 慢慢的 陸陸續續的 就是說 因為你的 就是年紀 所以年紀 免疫就下降了 會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 賺錢是很重要 可是 健康也很重要 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我們要 怎麼去 把握這些藥物的使用 這些 藥物的使用 這個法規 然後搭配自己的 這個 食物的工作 去 減少這個 疫病的發生 所以他就是 藥物很好用 他可以用治療 消毒 這個都很好 就是說 大家能 這個圖子 在提醒大家 我們藥物 可以有這些可供用 那 還是很重要 要遵行法規 要順便 使用規則 這個都很重要 副列它 可能就是 你自己 可能也會 後續 也可能會有些問題的產生 那這個 只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這些問題 那 至於 動物藥品的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一項 它是規問在這裡 就是有關於受醫師組的 處方 跟非處方的問題 那所謂的處方 就是說 它的品目 買賣 使用方式 處方間的記載 還有保存 還有記錄 應該遵行這個 四項的辦法 由中央來定 就是受益的 這個 處方的用藥 另外就是 非處方的用藥 非處方的用藥 可能就是一些 觀賞的一些消毒劑 這些 或是 藥金用藥 這個非處方的用藥 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這方面的問題 那 另外就是在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裡面 它提到這個偽要禁要裂要 那這個偽要禁要裂要 這個就可能會牽涉到 刑法的問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認識 要知道這個重要性 不要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到時候就罰你 就處罰你 因為我有朋友 我們台北市有幾個案例 就被移送 他移送以後 這個就麻煩 要被判刑 到時候你自己都 一般都會判還行 可是如果很重 就判刑 到時候你這樣 不能去執業 不能去執業 所以 這個就是在提醒大家 就是說 動用藥管理辦法裡面的 第四條 第六條裡面 它有偽要禁要裂要這些極限 那在這個 一般偽要裡面 就可能跟公司行號比較有關係 因為它的輸入 就是說 自己製造的 就是可能會比較有關係 那在禁要方面 就是說 我可能就是說 自己攜帶進來 那沒有經過合法的 沒有合法的 然後就去買 像以前我們都會旅遊出去 要帶進來 就賣 賣 你賣 你可能就倒了 因為被查到 因為 主要它的目的 是在保護台灣的 如果你自己是公司的老闆 你應該很在意說 人家買進來 你自己去外面進藥進來 到時候可能會影響我的整個生意 所以價格上會影響 所以我一定要保護我自己的產業 所以 這個禁藥 來講就是說 在保護 當地的產業 不要說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禁藥 然後 把價格降低 市場炒斷 所以 大家也要去留意說 這個禁藥 這個也有刑法的問題 所以 讓大家能夠去瞭解 禁藥 說 就是 出去玩 買一買回來 然後就拿去賣 到時候被查到 在 那個 動物藥品的 黃念琴他們有一個網站 就是專門查 這個 就是 存許的這個動物用藥 查不到 可能就是 禁藥 然後就可能要移送 到政調署去辦案 那 裂藥可能就是一般的 污染物 可能跟受醫院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 我使用過期的用藥 這可能就是裂藥 這個 這個 裂藥裡面好像 目前好像 沒有比較什麼法則 比如說提醒大家 要去注意 因為 現在是因為公共機關裡面很多 就是 搭碼 根本沒有辦法查 因為這法律店太多 要去查 那查不完 到你都用醫院去查 我隨便給你查就好了 你的用藥 有沒有放到規定的地方 沒有 那就可能要查 你有沒有用期 過期的用藥 一般受醫院裡面 大概 都會 顧列 因為 就像我自己 在家裡 買的東西 廚藏的東西 食物 也可能會過期 你有不小心 也可能會給 你的續續來使用 人家這個也有很多 會檢舉 所以 一定要去注意 就是說 你自己在開業 你的用藥 一定要 把它放到裡面 不要 不要去看 看到他馬上拍 用檢舉 這個是我們自己 在受益裡面這樣談 因為 這個就牽涉到 之後 有一些調節的問題 那這些調節問題 也是很有趣 就是說 怎麼去調節 怎麼去表演 其實說 應該是說 大家受益 關在一個影片裡面 怎麼去表演 讓續續看 能夠滿意 這個 所以 大家便要提 特別要注意 尾晶藥 還有鳴藥的問題 所以鳴藥這個部分 我在 announcing 我已經 пох討了好幾個 就是這樣子 那有些可能還是在炒 因為有時候 會 往 禍言去追 這也是麻煩 如果查了更多 配合其他機關來炒 可能查你的 使用量 你買 arrivink unbelievable 可能就來抽稅 稅務機關可能弄了一大堆 所以這種延伸的問題現在目前就是說 一個問題 它可以一直延伸延伸 如果上面很在意的話 它就會一直延伸 你搞不完 搞到你受驗你每天就煩這個就好 所以只是說 這種管理就是讓大家能夠去瞭解這些的需求 那動用藥的販賣業者 就是說經營這個動用藥的批發零售輸入 這個就是動用藥販賣業者 那所以製造輸入的藥品 應該叫成分、性能 還有它的製法的藥質分析的藥件 這個就是在申請動用藥的第八條裡面 我們怎麼去申請這個動用藥 主要就是說 這些的東西輸進來以後 它有輸入的許可證 那這些許可證就是說 一般的可能就是我們在做的 可能比較會少碰到 因為畢竟大概都是 林總說一直可能沒有輸入這個動用藥 如果說你想要輸入 可能要自己要再成立的公司 那這些輸入的許可證 經過海關的報稅以後 你要補你的產品 你的報稅單 還是要繳錢 這些都要跟當地的縣市的 像這個台北市就是動用保護署署 申請 一路申請 然後同時 它的 我們會把這些資料再轉給 剛剛提到的藥檢分所 請他們去做檢驗 那這些藥品的抽驗 檢驗就是由他們來協助 所以這個程序上等到檢驗合格了 那在中防治機構裡面 它也可以去抽驗這些工作 所以從這些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說 輸入我們需要知道這些概念 那在18條裡面就是說 做完以後 它可以做 我們可以派員抽樣 抽樣完以後 就是貼封簽 貼封簽 然後再出售 這可能跟大家比較沒有什麼 只是有概念 就是有這些動作 那貼這個封簽 其實應該 我們也要去建築 防治的機關 也要去做一些建築的工作 那這些就是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那在19條就是 可能在動用藥管理辦法的 第19條裡面 就是這個動用藥販賣業 可以取得這個 許可證的申請 那這個比較強對 就是說在5年裡面 最好有這5年 那可能在屆滿前的 2至6個月 就要提出展延 那每次展延就是5年 那才可以去做營業 這個就是我們在提醒大家 動用藥販賣業的概念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 那怎樣 剛剛提到這個動用藥品的管理辦法 裡面 跟這個大家比較相關 就是動用藥販賣業的 許可證的這個 這個證件 我不曉得在座有沒有人去申請這個 動用藥販賣許可證的 可不可以幾個手 那因為這個這個證件 我可能跟大家比較相關 那因為可能就是實務上 就是超過15日 這個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你換證的時間 超過15日 如果沒有去換證的話 可能就要做財罰 罰到9萬到45萬 那這個議題呢 我們也可能會在業底跟 我們有建議 因為台北市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案子 因為以前在登錄的時候 之前不是我們的業務 是有在台北市是那個建設局 那他們移轉以後呢 很多的那個登記都也是亂七八糟 那系統也是不是很亂 所以這關係到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說你超過這個時間 沒有去登錄的時候 可能要裁罰9萬到45萬 那我的案例裡面也有 那所以現在在等防檢局 他們在做修法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剛剛才比較強調就是說 大家在看法規的時候 一定要先看母法 他的班訂的日期是什麼時間 那他修訂是什麼時間 不要弄到舊的 因為現在他們 有提到就是說 他之前的母法已經修了 可是他的那個使用的 就是說延伸出來的那個管理辦法 沒有修啊 那所以這個牽涉 如果在台北市呢 可能很多家的業者 可能兩三百家的業者都要 可能會受法啦 那超過的金額可能也是超過千萬以上 所以我們是一直在建議就是說 站在服務人民的一個立場裡面 我們怎麼去讓大家不要去受法 不要說一次碰到這個問題就罰了 這個是非常嚴格 看看有沒有像是那個重用 像重用食品這邊 有勸導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先是不是要有 就是說他的不要一次罰 或是怎樣的限期改善的方式 那這可能就是等到 夜底會跟中央去談 看看他們的想法 因為台北市比較大中 所以我們說的力量可能會比較大 那希望就是說到時候 他也是邀請各個各區的房子單位去 那大家集合力量 那看看中央能不能修 不然這樣一罰下去 大家都也都會受不了 因為這個我辦了這個 又沒有賣到以後就罰錢 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別留意 這個就是講到這個問題 那持久條之一呢 就是對這個宣示宣傳廣告這個 不時這個販賣 那這個就是會有罰者 也是罰到20萬以上 這個在一般來講 這個比較常用到的可能就是 所謂的那個 保健食品 很多人會現在 我現在目前也很多 大家都 就是說為了要爭取自己的一些業績 對動物有很多的作用 我都把它改成 這個叫做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可是你的用食用藥裡面 就要很留意了 所以你們 大家在買這些藥 跟一些廠商進來的時候 你們要去特別留意 那另外就是說 廠商他可能會留意 因為他不要為了要 找到鹽頭去罰他 可是你們自己在賣的時候 也要注意 不要去跟他講說 我這個是製什麼用 等一下 那個敘族 要故意找你的茶 把你錄音起來 又講說 你這個 宣導 就是說 不實 你們要倒楣 所以 大家在就是說 在 從事的醫療 在營業項目上 一定要去 在說話上的技巧 一定要去 也要練習 因為 畢竟大家知道 很多的事情就是 由練習來 碰到錯誤 才會去做修正 免得說 他把你錄起來 他靠你 你們也是倒楣 這個月都沒有賺他錢 又罰錢 然後不然就是 要去 陳情啊 申訴啊 對你來講 也是非常的累 所以 只是在提醒大家 就是說 這種藥 東用藥 在標示上 跟宣傳 廣告上 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免得被陷入 這個法規的陷阱裡面 自己也跳不出來 那 所以 就 像這個 東用藥的販賣證裡面 我們在 我這個是以台北市來講 就是說 我們都有一個系統 就在我們的官網上 可以去下載這些資料 就是說 例如說 許可證的申請 怎麼申請 還有變更 都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可以讓 就是說 大家方便去 去獲得這些資訊 那 台中市應該有這些 這方面的資訊 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在 在收集資料上 能夠更方便 那 這是我們的一個流程 像我們的動物用藥 在台北市也是規定 五日內 就要去趕快把它完成 沒得 就是影響這個 申請者的一些權益 那 就是 做一些好的服務 讓大家都有感 那這樣 老闆他就會高興 那 可能就是說 下次前幾的時候 可能會選他 所以大家都在拚這種業績 那 畢竟就是說 老闆下載這個命令的時候 我們就是大家去配合 配合這個命令 那 所以 所以業影是一樣 一個當一個老闆 他下載命令以後 就是讓大家能夠 提升業績 讓這個業績 做得更好 比方說 因為 這個老闆不好 我就來搞他 也 政府機會也有這樣子的 那是 大家是 比較不好 因為畢竟就是說 在這個收益裡面 那怎麼去讓這個收益的品質提升 是比較重要的 那 在業界 在業界裡面呢 就是說 大家 能夠以和氣生財 這個是很重要 那 就是 大家 就是對於法規裡面 要去認識 那 這個 這個只是提醒 告訴各位 比如說有申請 可以在台北市有這種的 申請的方式 那或許 台陽市裡面應該也有 那 如果想要去申請 這些販賣證 也可以申請 那可能就是 考量自己 看有沒有需要 因為 這種販賣證在售醫院 你也不可能大量賣賣 因為他也有解釋 還不能這樣 大量賣 因為他大量賣 他又來查你 所以 乾脆就 有時候就是 乾脆我也不要這樣 不要好 就是當著處方圈 來 來使用 就就好了 所以這個 只是 讓大家知道 是說 販賣的申請跟許可 可以有哪些款量去取得 那 這台北市裡面的 就是有一個 1.0的一個 一個 就是 申請的網站 從這些網站裡面 我們可以去下載 你需要 各級處的東西都有 那這個是台北市的 就是 人民 的一個 申請的一個管道 那 只是提醒大家 就是說 如果是在 有機會 辦到台北市來 你可以就可以 從這個網路裡面去搜尋 你需要的東西 就是告訴大家 那像這個是台東市的 它就是動用藥販賣者的名單 你也可以去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販賣業 那 一般來講 大概都是公司行號 比較多 那 收益院可能也有 就是說 你收益院在使用上 一定要特別去留意 特別留意就是說 你的販賣的那個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你時間到了 要去做展研 沒有去展研 到時候都超過時間 可能就會受罰 那現在其他個縣市可能 我們碰過的 我們以前 剛開始要罰這些業者 因為 當初法規也是訂的模模糊糊 要去法規 要去執行 因為 畢竟公務人在執行這些業務 都要去做執法的動作 你沒有去執法的時候 上面就質疑說 你是不是跟官商勾結 所以我們也要去執法這些東西 當初也去問了其他縣市 他們也都是輕輕放下 好像也沒有罰 那站在台北市裡面 就是 它的量是非常多 就是說它的 因為很多機關都設在那邊 大家都看得到 你比如去做採訪的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當初 我們也是把它 先把它立案 等到 就看看中央的修法 它做要談 我不曉得 因為上次是草恩公告出來了 公告出來以後 它就是要 要徵行各方的意見 我們也提供意見 這種法 對大陸來講是 壓力非常大 是不是可以有一種 比較好的 折衷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去幫一些 一些需求者 申請者 或是一些領床受醫師 或是說公司行號 因為它也 畢竟不是說 刻意 而是說因為 會超過時間忘記的 有的是主動來的 我碰到的案子都是主動來 主動來 好像是字頭樓網 挖一個肯 補條一條大椅 就把它抓進來了 你好好跟我約談 約談完了就罰你 這樣如果對你來講 肯也非常的不爽 我不來就沒事啊 一來就有事 就給我罰錢 所以我們是請求這機關 就是 中央能不能看看他們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去解決這問題 免得一罰下去 這可能就是 又是一場 很大的那個風波 那只是提醒說 這些販賣業者 那這也提到就是說 販賣業者是不是可以自行販賣 那如果說 一定要記得一定要有方法規許可證 免得就是受訪 九萬到四十五萬 那一般法的 我們都會用 最簡 就是九萬來 來財法 不會說一下子 除非你是累犯 我們才會是 這種的財法 那這個也是 偷偷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有碰到這樣子 你可以請求分期 十萬塊以下應該是十二期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是實務商 因為之前也不知道 也沒有 後來就去查一些法規 行政審計有這些的規定 因為有些你的序主裡面 你如果比較好的朋友 除了那個是 你可能會碰到那種 OK的刁民 你也快受不了 我就跟你罰 就叫你罰 如果說自己有這樣被罰了 你就知道說 我可以分期 分擔你的 就像我們在使用信用卡一樣 可以分期 這個大家 就是說 這個也知道說 退一步 我做分期的方式 去付這個錢 是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 告訴大家 有這種方式 就是說 我一次不講那麼多 我就採分期的方式 其實很多法者 都可以採分期的方式 來辦理 這只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 動物藥品服務的一些管理網 從這些服務網裡面 我們可以查到一些法規 它是不是 像這個說 我要查這個 如果你要賣這個藥 或是你的序主拿這個藥 這個我可不可以賣 這個是不是動用 你可以上這個網路去查 查這個是它是不是 就是你把名稱打進去 它就會列出來 這個是不是動用 其實這個資料 我是覺得 也是不夠 應該有時候 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問中央中央 講的那種行行物 就是你自己 主管經驗你自己決定 那講的話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說真的 大家就是 好像有一點在推來推去 不是在解決問題 因為 藥物的名稱 還有那些奇奇怪怪的 非常的多 它自己選一個名稱 如果不是 在上面才沒有 你覺得 現在比較碰到的 常常就是 大陸的那個 賣進來的 或是日本 你也認為說 這個不是 我就把它移送 反正 我該辦的事情 我把它辦出去 我就把它移送 移送 就幫人裂藥禁藥 把他 反正就移送到增加署 讓他去查 讓他去判 以後再來說 所以 所以像這種狀況呢 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說 這個動物藥品 服務資訊 可以提供哪些的資訊 是不是 可以查到動用藥 那這主要面 剛剛也提到 動用藥就是讓大家 了解說 保護國內的廠商 免得說 因為很多事情被罰 那這個就是 這是動用藥的一網通的平台 這跟剛剛提到的這個 動用藥販賣 序格證 比較有相關 那它裡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像 像現在就是很多的 剛剛提到這個動用藥販賣證 很多就是 之前 我們 其實在台北市是這樣子 因為 有一個廠商 它這個動用藥販賣證裡面 就是會牽涉到 地址 還有公司 還有負責人 和那個 管理者要變更的時候 就要 就要來 變更 如果說你沒有變更 可能就會受財法 就罰出 9萬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當初 當初在 早期的時候 我們那邊 也沒有 沒有透過這個系統 反正就是 法規也沒有規定 我們要去主動去協助民眾 要告知他說要變更 所以 衍生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 很多我們在台北市裡面 很多這種 超過期限的 現在都是真一隻眼鼻子 反正他沒有 字頭樓黃 我就不理他 等到那個 中央說了再 看要不要再 因為我們以後 在做清查 沒有做清查 正風每天在追我們 要怎樣 講得很好聽 我們也都怕 但弄到最後 又被移送 所以工人也是真的 很難做 所以 這個問題就是 當初 我們為什麼會重視這個問題 就是說當初也不知道 後來 突顯了 因為大家 就是 社會一直在變 大家會一直說 怎麼讓民眾 或是公司 能夠有更緊緻的 所以商業 就是要求 我們在台北市裡面 就會要求商業處 如果有公司行號有變更的 他的營業項目 你只要跟動物有關的 就匯我們 匯我們以後 我們就會把這個信息 這個是裡面的一個 就是剛剛那個進去以後 就看到幾項 就是跟公司 營業地址 還有他的負責人 有變更 我們去查 查完以後 有變更 就要趕快通知他 就是 等於 智慧的性質 你不來辦 我罰你 你如果超級先 也可能會罰 因為我有碰過這樣 超級先 先立案再說 你不要先說 讓他放過 辦到時候 上面 上面觀眾一下 他說 你成本賭職 所以 這個就是很難 所以我們只能說 按照程序上去 先民眾 如果說他還沒有過期 他要更新的 要趕快來 免得他受訪 因為 這些公司行號 有些就是他的勢力 非常龐大 他可以牽動整個局 就是說 因為這種就是 關於到他產業的問題 所以 我們也要特別去留意 有訊息 就要趕快通知他 免得他 觸罰了 雖然罰了一點點錢 可是他也很不爽 所以 那 有些公司是比較考慮到他的 那個商業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錢 而是在於他的商業問題 就是說 他有一些紀錄以後 對他的商業來講 他會比較 就是說損失上會比較大 這個也是 但是後來我才體會說 欸 並不是說 大公司我錢花一花就算了 不是啊 他沒有想到說 他的商業的問題 所以 所以就是 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些的系統 就是說 我們在提醒的一些功能 就是說 做到便民的服務 那 所以 動用藥販賣的第十九項 並 只是在提醒說 這個也是一個範例處 他說 他有一些公司 那 這是商業處付资我們 那 我們要去 跟 這些公司通知說 他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 變更啊 趕快來辦啊 有些公司很拽 他不離 不離 沒關係 我們就罰他 就替大家 就是 就是 政府 政經官就是賺一些錢 然後把這些錢 再分享給大家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 另外 這個也是 水質 也是民眾檢舉的 一些水質用藥 他解釋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一些 生物質 就是動用藥的規範裡面 是不是屬於 動用藥品 這個 像水質這種 這種 從 政策劑 也很多 之前也有很多的檢舉 因為 他會發分說 到底是不是屬於 動用藥品 如果是屬於動用藥品 我們就要繼續做 財寶的動作 那一般來講 這種水質的這種 這種 大概都不屬於動用藥 就 就是 官場裡面的一些 藥劑裡面 他們因為 沒有先是要注射啊 或是口服啊 就是 所以 也講得很含糊 你水質 就是去丟到水中 那裡 可能不可能口服嗎 這個 所以在解釋上 也是 這個都有很多爭議啊 就是說 現在目前很多的食物案裡面 水族業裡面 沒有這麼強硬去 去要求 沒有去 就是說受到質疑的時候 大家就輕輕地 看過就算了 就是這樣子 除非都被翻出來 它的產業非常大的時候 就可能會去要求 中央去解釋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去解釋說 到底是不是啊 那法規就定得更嚴了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北市所 有方法的一個許可證 大概就是 會有把公司啊 負責人啊 還有這個 販賣的種類啊 營業場所 訂出來 那 其實比較常見的就是 我們 在這個變更裡面呢 可能就是地址的變更 那負責人可能比較少 另外 地址的變更 其實以前在寫 後來我才發現 我寫得很難我 欸 這邊是親愛路69號 一樓 以前喔 這隨便寫 他也沒寫一樓 隨便寫 後來我去 因為 我接這個案子以後呢 有一些判例 就是說跟民眾的一些疏願 那去問這些 因為我有一些案子 也委託一些給地址在執行 那他們也是非常 就是 會非常的講究 就是說有一些字眼 好像這柱子 你一樓 V1 V2 這個都要標示清完 以前我們的系統裡面 都隨便標啊 好 這個我真的也是頭大 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是比對 可能也很多問題 因為以前都這樣 其實這個關係到 民眾的一些權利的 一些 你變更 以前呢 跟你隨便寫 寫個幾號 沒有寫一樓 其實他本來就有一樓要標 沒有寫 慘了 這個也是變了 一個字變了 你沒有去給他採訪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所以我們也是很想要 商辣金 所以我們做 做後來做清查 也發現很多的問題 這些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到時候 開會的時候就討論 看看中央有沒有什麼解釋 解套網子 讓民眾的一些 就是 減少能夠更 更多 那這個就是許可真 剛剛提到這個疫情的問題 就是超過15日 那這個是 商業處給我們的意涵 那我們要去回復一些公司 看看他到底 能不能就是說 趕快一線來做改善 那目前改善的也有 那也有碰到這種字頭羅網的 就罰錢 就準備 不曉得 希望是不要罰 不要罰 這個只是告訴他 那另外就是 動物藥的訪單 就是 動物用藥是不是販賣問題 就是 一般如果說 我拿到動物用藥要去賣 我有碰到一些市民 他說 他的 應該是 那個應該是 從物店 從物店 他說 我要賣這些動物用藥 有許主在問他說 這些是不是可以賣 那 其實他也 你們碰到十萬利 裡面可能也有 從物用品店 也在偷偷地賣 這個應該也有 可能現在抓得比較遠 可能就比較沒有 可是他要賣 可能就要有販賣虛格證 免得受訪 那另外就是 有時候要去騙說 到底是不是 動物用藥 除了剛剛講那個系統以外 那個 我去問那個房檢局的一些長官 他的承辦 他說 你就看這個 第二條裡面 他有寫 這個 因為動物藥品裡面都有訪單 就是說明書 那裡面就是說 先有受醫師來 左使用 或是說 有這個紅色這三個 就是職業受醫師的監督下使用 另外就是 市主 還有水產品的 養殖業者 是要 廠醫受醫師 處方使用 如果標這個 標這個 就是受醫師的 用藥 我講的 他講的也是很昂虎 真的不知道 應該就是要實務上去看 像我們在查案子 也不是 憑這個 很多都沒有寫 就給他判說 被動物用藥 會 因為我也不能亂判 判了以後 民眾的陳情更多 這只是跟大家一些參考 那動物用藥分類就是有 飼料添加劑跟治療用藥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公共衛生的安全問題 還有一些 病性的抗藥性的一些問題 這些就是我們要去特別重視 動物用藥管理就是 主要就是要對這些 虛產品的殘留 還會不會造成這個 就是 奇形的 突變的這些 的議題 就是讓他重視 那 動物用藥品的定義 在第三條 有定到這個 顏料跟 治藥、陳藥 這個也是講到就是說 它 動物用藥品的一些規範 什麼叫 什麼叫 顏料、治藥這些 那 那還是要提到就是說 在這個裡面裡面 非屬動用藥品 就是說 不得具有預防治療的名義 來販賣或廣告的文献 這個 以前很多 現在就是 大家都知道以後 就會 不去寫了 就會再轉一個議題 轉一個方向 就是讓你的產品能夠更好 所以 所以就是說大家在使用上 就是要特別的去留意 這些問題 那 我們會常見的一些樣在裡面 這個 用在這個 不是動物身上的 那像是 好像跳蚤 還有 那個 跳蚤事類 皮 這樣的用品 還有一些動物保健食品 中藥的聽家衣 還有醫療器材 這些都是 那有人在問到就是說 木材的防武器 殺心劑 這些 是不是屬於動用藥 那他有提到就是說 非動用藥的範圍就是包括這幾 這個是列級這個十三項 就是環境用藥 這可能就會我們很好 會碰到的 就有一些民眾也會問 這個 這是不是動用藥 這個就是讓大家去了解說 所以 我覺得 因為 在一些機關裡面 都會提一些Q&A 那就是 那民眾能夠更貼切的去 了解這些食物 那 只是說 列出這些呢 就是 屬於 非動用藥的範圍裡面 讓大家 去 了解 理解 做一些區隔 那像這個 那個 跳蚤皮的 其實是屬於動用藥 這個很好玩 它是寫天然的 你看 天然的植物 植物抽取 其實這種植物抽取 你看 如果說 我們就用化學的方式去分析 它可能也是很多種 化學成分去組成 因為 物質的組成本來就是由 各種分子去組成的 那它講的是天然草藥 就不屬於動用藥 所以 所以 像中壽液這一塊的 要用植物 現在目前都會再講 也是天然 天然 所以 就沒有牽涉到這個 動用藥的規範裡面 就不用去辦這個 動用藥品的登記 可是現在 我剛剛 提到 有人在有些藥廠 他們希望說 把狀獸魚列進去 這個藥材也列進去 掉進去 可能就 規範更多了 所以 只是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反正就是 時代的進步 那市場的需求 就是由民眾來決定 然後大家為了要 更多的一些提升 可能就是會製作更多的規範 那這個現在目前講到天然天然 這東西都是天然 就是沒有 沒有 就 非動用藥 那這樣 這個 可能 大家在打 晶片的植入 這個 你看 他也是講說 非 非屬於這個 動用藥管理辦法 還是植入 那 可能會牽涉到受益室的 就是在執行業務上 就是 只是告訴他 有這些的 晶片 還是一些醫療機器 受益室都 比較沒有規範 沒有像人藥 規範非常的強 像大家戴口罩 這些都要規範 醫療用藥 一定要合格以後才要 那像受益有些就 比較沒有那麼多 大家如果說 要想要去證明說 我要讓它合格的話 怎樣 到最後 真的是 要賣什麼東西都很難 沒有法規的時候 大家都 都OK 就可以賣 有法規的時候 反正就是 有好有壞 就是大家去衡量 讓它進步就是這樣子 那像這個 乙肝油 這個 這個 就是微穀粒 微穀粒一樣 它是營養補充品 它這個也是 強調是天然的 也不需要辦這個 動藥品的登記 所以 只是你在講的時候 你不要去說 我這個對心臟 對血管 那什麼 可能就不會法 因為你在講到這個 就是宣導 就是宣傳不死療效 它用這個來處罰你 所以也是要特別注意 那像這個養殖 釣蝦業者 這個也是很多 就是 你在用藥投藥的時候 也很多 我們有時候也喜歡 釣蝦釣魚 那業者為了這個 他也會投很多的藥進去 強對的就是說 這些的動物 你去釣魚 釣完以後 可能來 就是說 來烤魚 烤蝦 那相對就是 把這些 動用藥的問題 這個殘留問題 給我們吃進去 其實這個應該很重要 就是說 大家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使用 你的產品 你的隨產品 或是你的家序產品 應該要考量到這個 以前學校都有教過 就是 使用期 這個藥物的 停藥期要多久 可是我們一般大概不會 馬上做完就 可能就會進到消耳者裡面 那些 有沒有遵守期 停藥期 大家就會 累積多了 就有很多問題 如果代謝很強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 特別要強調就是 應該 把停藥期這個概念 要提升 像是 農藥一樣 也是一樣 它也是 也有停藥期 可是很多人 就不遵守 不遵守以後 就講說 我這個農藥多少 可是你就是沒有遵守 這個停藥期 其實 很多研究裡面 就是停藥期很重要 大家為了趕上市 然後就是 很多的一些產品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 大學生被 裁罰的一個範例 那他也是罰了9萬 這個就是很簡單 就是 上網去賣 賣 賣東西 這很簡單 我買了一顆 我到受益院 去 去買一顆藥 買一顆藥 用不完 我就上網去公告 以前 常常這個案子很多 賣了以後 賺 我也不賺錢 那只要有交易就好 交易就罰9萬 然後到最後 就來哭哭啼啼 說我是學生 怎樣 就要求很多 這個 這個案例也很多 之前也很多這種案例 這個是台南的一個案例 那另外這個也是 這個是防檢機 他提供的 就是說他們 也是對這個藥效 去宣稱藥效 那他很得意 我已經開罰了200多萬 賺了 T45賺了這麼多錢 這是一個統計 那這個主要用意 他還是在提醒大家 不要去違法 不要去違法 那這個是講到這個實體通路 這個 這也是販賣用藥的一些案例 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 也有人曾經 那這個也是販賣一些 天然草本的一些食物 那曾經以後 我們去判 他們說這個 並不是動用藥品 因為他是天然的 只是說有人檢舉 我們就要去 去買 但是透過網路的一些行銷 那這個 這個是樂天 像目前最多就是樂天 蝦皮 還有PC號碼 可能就中了 我們的作法 我現在的作法 大概是這樣 如果民眾檢舉 我可能就是跟蝦皮 跟一些網路的 尋求資源 調一些資料來 那現在很好 FB很熱門 可是FB要去抓 FB不給你 因為他的公司設在美國 他不理你 他說 他的除非是殺人方法 才可以提供資料 可是我們那天 我們去開會 記得那個檢察官 這樣講也有大力 不知道 請求他們解釋 因為他們的行政權比較大 你問是不是可以 行文給那個檢察官 請他幫我調資料來 因為碰到FB那個 我之前也碰過很多 他以前 一些的 就是留下的一些 前面他們就講說 FB碰到這個之後 都沒有辦法 像銀行業 他也不理你 因為他要保護個資 他不理你 所以你那案子 真的也沒有辦法解釋 到時候就是不了了之 然後聽到他這樣講 檢察官的潛力非常大 他可以調 那我就透過他去調資料 所以我說這個人是真的 因為我有碰過很皮 FB裡面的 非常皮 他編了很多理由 一下說他懷孕 然後他說他不能來 然後透過他的 他先生 結果後來查 好像也不是他先生 就是皮 然後又去找一員來官說 然後又找那個 好像是在彰化 找一個受醫師前面 去查也不是這個受醫師 好像也沒登記 後來沒有查 後來給他罰了 沒有再追 如果再追 那個 那個是不是偽造受醫師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所以那個FB 還好是他FB裡面 他有丟那個銷售 金額什麼 他自己帳號都貼上去 明明 然後那就很好查 那不然的話 你就跟FB打 他根本不給你資料 他非常強硬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Yahoo奇摩 他們有拍賣的一些 一些資訊 只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要罰9萬 到40萬 就是大家要 要去了解的 那很多就是網站 網站的拍賣 我們有收集到他的 上面有寫到那個 這個金額 還有他的 這個帳號 到底是誰的帳號 我們都會去調 就請求行政協助馬去調 然後那個TT版 TT版那個 那個也很難 他也不理你 那是學校 本來想說去找學校 跟他談 他也不理你 那個有時候公布而已 所以有 比較強調就是說 自己有子女的 或是有朋友 千萬不要 就好奇 拿上去就貼了 一貼就查到就罰錢 所以 所以要特別去留意 特別去留意 只是告訴大家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平台 上面販售一些 動用藥品 就是把它貼上去 扣在上面 讓大家宣傳 他要賣的東西 結果後來就被罰 那這個是網路上也是販賣的 就是違反以後 就罰第19條 就是 管理辦法第40條 去做採訪 就是罰9萬到45萬 這是比較強調 大家要特別留意 網路販賣的 動物用藥的案例 這個 剛剛提到的 這個PTT的這個平台 他也 民眾的陳情 我們就上去查 他也不提供你資料 這個 他都不理你 這個就很難結案了 這個也有 你看蝦皮上賣這個 這個釣用的 有人檢舉 這一包裡面 有很多的泡的米酒 什麼什麼 一大堆 這是自家的秘方 自家的秘方 下面就是他的產品 後來就查 這個也不是動物用藥 這個也不是 那有人提到這個 有些民眾 很喜歡這個檢舉獎金 其實檢舉獎金是有定的 可是他的方法是非常的嚴格 那一般來講 像檢舉獎金 我們台北市好像也是 是動物保護的獎金也有 那中央他有這個檢舉獎金 可是他是針對禁藥跟偽藥 比較列在優先 那這些呢 不是人家檢舉 你要自己去發掘才有 我說這個也很難 好像就畫一個餅在那邊 有可能 那有一些民眾 他就看到檢舉獎金 他就要 就來檢舉 有沒有獎金 有沒有獎金 我都跟你這樣問 我都說 對 實際上就會碰到這種 這種很多 為了獎金要來生存 也有很多 你跟他講沒有獎金 他馬上就說 不報了 就這樣 有很多這樣子 那像這個錢人口 這個也是很多 就是賣 大家就賣 在上面賣 這個都要特別留意 那尤其有些是從國外進來的 那是 不是台灣的 我們也可能會把他送 移送 像這個 這個 靈活洗一樣 也是一樣 也是有標示價格 在賣 賣了以後 這個可能跟大家比較相關 就是說 這些動用藥如果有販賣證的 在售業裡面 我們在販賣市裡面 大概都會這樣子 請你放在一個櫃子裡面 上鎖 不要讓民眾可以輕易拿到這樣子 只是宣導 因為 怕有人檢體 有人檢體 我們去查 就一定要這樣跟你講 你如果想 你不配合 大家都受醫 你不配合 我們就依法來跟你開發 都偷偷跟你講 偷偷跟你講 要怎麼做 只是說 大家要互相配合 知道了 有些 就是說執法人員 現在也很難講 因為有些執法人員 有時候他非常的固執 就是他憑著他自己的想法 我要這樣子做 就是要處罰你 可是 如果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大家都受醫 那我盡量能夠去幫助大家 就會幫助大家 就會 大概可能暗示一下這樣子 不能太明顯 因為 所以裡面有時候可能你很忙 大家都在裡面 有些的 就是說 就是說你裡面的一些受僱的同仁 看老闆不爽 他就就捅你一刀 所以這個 也有一些實際的案例 就是說 大家彼此 互相和諧 就是 互相的和諧 不要說 我為了 不爽 然後就 對老闆這樣子 因為 畢竟你也是在幫他賺錢 他也分了很多的紅利給你 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大家可能會過得比較好 那這個是過去用要 在東西裡面很多的過去用要 那我們也會請他就是把他包妥 然後妥適的去做處理 免得危害這個動物的健康 過去用要應該也很多 大家特別留意 有人去查 你就會碰到這些問題 然後 有可能有些長官也會要求 你就把這個列入黑名單 沒事來查 查他 所以 所以大家還是要留意 這只是說 真的有這個施壓因例 我也有去查過 過去用藥 就配合 那個 藥品的管制 管制藥品 管制藥品 其實不是 不是防治署在管 是衛生署在管 他邀請你們要去列入 造冊 那我們比較會管的 就是因為那是動物用藥 那可能會用到 是不是 他有危害動物的健康 或是過期用藥這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知道 那這個只是一個 陳情我們的一個流程 接到民眾陳情 也有可能是從 陳情的方向 也可能是防疫機關來的 或是其他機關 然後還有一些 網站的一些 民眾陳情的一些資料 那檢舉完呢 我們就會依據去搜尋資料 然後依據第19項 第一項 還有第40項 第一款 第一項 第一項第11款 去做一些財寶的動作 就是 9萬到45萬 那 財寶完以後呢 我們就會 去請他 就是繳錢 那就是限期30日內 那如果你30日內 你可以自己做陳情 就是寫個陳情書 簡單的 如果不爽 那我們就要辦的 然後就要寫一大片的答辨書 還有說 都有以前的翻例 然後就叉叉叉叉叉叉叉 其實我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不去 我寫瘦醫 可是我也不是學法律 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為了工作需求 也要去練這個 也要去看這些 然後就寫這些答辨書 然後也要去請教一些 就是寫法律的專門人員 所以 這個只是 我碰過的就是說 民眾 他只要寫幾個字 他不爽 他就答辨 我們就要寫答辨 其實答辨 就變得好像受益在寫 也是覺得很奇怪 這政府的分工 有時候都覺得 不是很奇怪 那就可以做行政救濟 一字不成 他可能會駁回 他可能因為還在做答辨 所以這種就是 我們碰到的實際案例都會有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次性的 販賣藥的 是不是使用實浪 這個他有 這個防潛期的一個函式 也是針對這個 使用這個 第十九條第一些 也他就是針對這個使用者 使用的對象 用量用法 販賣業者的 也遵循的特別的紀錄 那他有提到就是說 他比較疼到的就是招攬 招攬他能夠滿 這盈利的行為 那有沒有 也就是說 凡事有獲取這個對價的關係 他有沒有設置這個交易場所 只要藉由網路 就可以去做處罰 那這個 這個之前也是 很多人就一直爭議 說不行 後來我們就乾脆去 請還你做韓事 那這個也有判例 所以以後就遵循這個家 就不要跟他爭了 所以這種 這種韓事 我也是希望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能夠去搜尋 比較方便 那這個是一個 宣稱的動物的 療效的一個問題 就是不得宣稱療效 這個是 不得宣稱療效 這個就是 財法就是 從20萬到100萬 只是告訴大家 就是說 對於動物 寵物的食品 不得去宣稱療效 免得受罰 這個就是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這個有一個 那天也有噴了一個案例 剛剛有跟這個學員在講 因為那天有噴到 這個可能大家 在資金業務上 可能要特別留意 就是 中央市碰到一個案例 是這樣子 就是說民眾我買的 這個像是找不到好了 假設這個 拿去拿回去用 用不好 用不好以後呢 他就來質疑說 我這個藥為什麼會弄不好呢 然後就要求 他就寫成療性 要求中央去把這個公司的 這個藥證把它取消掉 很有可能嗎 然後他也傻眼 所以他還是強調說 你們在執行業務上 一定要特別去跟系組 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藥呢 是怎樣怎樣怎樣 並不是完全好 現在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民眾 就會拿這些來給你出院 再去沉寢 沉寢以後 這邊他可能 又要調受醫師來問 我說有啊 不然有一種防待的方式 我就寫一張紙對不對 民眾來了 你那個拿給他看 這固定的 給他看 我就給你看 現在我們一般受醫師 都被比較知道吧 就自己裝攝影機 免得被那些系組又A了 所以大家都會精進 大家互相會討論 我碰到這些系組 這OK 因為我碰到很多一些學長 他們也是經營了二十三四年 到最後一輩的那些系組 跟你稱兄道弟 到最後 真的找人來給他錢 你看了你都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防人之心還是要 我們還是一樣要存在一種 善心善念的方式去指引 就是說大家和氣身材 做得好 然後你的口碑就好 你的錢就會跟著你 大家有那種善念 我是覺得這種 受益的道德 應該也要去做一些提升 就是說大家在彼此上 能夠互相去諒解 知道 那這個是攝帶進入的 攝帶進入就是讓大家知道 你進來 我剛才前面有提到的 現在都有管扣了 都你可以帶多少帶多少 以前都 我們自己帶進來就帶進來賣 現在不行 現在都會查 所以這也要 農委他也有 那還有一個是國際醫療的這個 協處 這個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 他會透過一些組織來查你 所以 大家也是要去知道 那 剛剛提到這個受益者處方的用藥 除了抗藥菌的 他有飼料 還有灌上你的非注射型的藥劑 還有一些抗生 抗寄生蟲用藥 就是外用的一些用藥 是非處方用藥 那 許可證 就剛剛提到這個 許可證 就是 剛剛提到這個有幾個 就是公司 負責人 營業場所的種類 還有地址這些變更 都要去做 就是說 如果有變更要趕快去換 你的超過時間就會被受罰 這是強調的 那 庫存 這個 大家可能比較 不會去查 只會有人講 就會去查 其實 通用藥菌裡面的庫存 按照法規來講 也要去查 那我們一般廠 可能就是查一些大廠商 他因為賣進來 他可能沒有賣完 就庫存 庫存他還可以賣 那還是要去點他的數量 那只是告訴說 一些藥廠 我們也要去做一些清潮的動作 免得這些 他沒有 沒有清點完 然後都去拿去賣 可能會回到動物的健康 這是我們 政府機關裡面 去做一個把關的做 為大家 做一些防疫的一些工作 那這個是判定不合 給我們要送錢 那另外就是 在一起 就是銷毀 這個是 這個是 這跟大公司的銷毀一樣 那一些醫院的自己的銷毀 可能就是說 欸 材材不好的用量 你們可能要去做一些銷毀 可能可以配合一些 那個廢棄物的一些醫療廠商 那個業者 去做銷毀 欸 有的做比較 台北市也有幾家 他們 也會找一些醫療廢棄業者 不好的 他就廢棄 他就會定期來收 就是當成那個廢棄物的管理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講到受益 受益 可能就是討到這個受益司法裡面 受益司法裡面 受益司法裡面 這個是他講的受益司的歷史 受益司法裡面大概有六張五十六條而已 只是讓大家知道說有這些 跟大家比較息息相關的一些法令規章 那也是因為幾次的變革 這是跟大家在職業上有比較息息相關的一些 一些關係 所以受益司法 就是說在執行業務上 你如果沒有耗 可能你的職業肯會被 被暫停 或是做財寶的動作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 其實我們執行受益司在診斷治療 檢驗 填劑 診斷書還有處方 都要依據這個受益司法去辦理 那受益司就是要跟這個 執行業務一定要去申請執照 這個只是在宣導 讓大家知道說 所以是應該要執行這些動作 那另外就是說 一定要親自診斷 不要說 也要問了所有 不是親自診斷 不要亂開證書 因為有時候是自己忙 然後請的助理 這個 在台北市也有類似這樣的方法 就是被人家撿起 他不是受益司法執行業務 所以自己當老闆都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來看病的時候 都應該特別去注意這些事情 那像這個診斷書 可能就是一些養家群的 進來的養序群場 他們都要去屠宰之前 都要請受益司去開這些健康證明書 才能夠進入土耐廠 然後再去做販賣 所以直接強調說 收益司在執行業務上 一定要特別的去留意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收益佐在收益司指導下 要去執行業務 他也不能填花這個證書 或是廚房開機證明文件 因為收益佐畢竟還是 在我們的收益司裡面還是有 那如果說沒有取得收益司 這可以是一個罰則 提醒大家 就是說要儲3萬到15萬 那一般的從業人也 就是可能大家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收益司 所以可能就是說大家知道 這個收益司的管道 大概從哪邊可以去取得 那就是 目前就是台大中心嘉義 然後屏東科技協業 那亞洲大協業 就是協士後受益 那現在還有長榮的 大協的推廣教育中心 那亞洲大協也是穿得很快 就是大家 協士後受益 大家都去念 那之前也有聽到好像不能考 後來好像也可以考 考受益司指導 那他們是為了要能夠成名 他也聘請了很多的一些 一些教授 來讓他的業務能夠成長 這個也很好 就是說讓大家能夠在 在收益的領域裡面 還有很多 有一些發展 其實 其實 那我個人認為是說 這些收益的開發那麼多的人才出來 要開一家收益都很難 因為一出來要有很多的資金 那如果說能夠像仁義這樣 有建立一個醫療的體系 有工作機關來主持 那這些收益司出來以後 或許可以到 就是說各的公立的動物醫院裡面去 去執行業務 那這樣反而 我是覺得說在研究 或是說在收益司的出路上 應該有很多 因為收益司 如果你本身要去開一家醫院 他的負擔應該是很沉重的 除了說你有很大的資本 那 不曉得能不能有這種走向 就是說讓我們的這個收益 能夠 不管是在研究 或是在書屋上 能夠透過這種分科的制度 就直接有空醫院的成立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好 那也可以就是說讓收益司 不要說應該我開了一家中央去跟他精神 其實應該往後想 讓這些人 或許你的自己的孩子 或你的親戚朋友 讓這些人能夠有更好的出路 所以他會有這種收益司的繼續教養 這些都是法規規定的 其實收益司的繼續教育機制 就是讓大家能夠去學習去瞭解 各種這種 知識的技能 還有食物的經驗都是很重要的 那收益司 事情細則裡面也是25條裡面 總共有25條 那他也是經過幾次的修正 那這個細則裡面 大概都是規規的 就是收益院裡面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主要從這些收益司法的細則裡面 總共有五個 第55條就是 這55條 那這個本法也是由 這是依據收益司法的第55條 那這個是信息者也是由中央來定的 那所以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知道 收益司的一些規定 那我們台北市也有一些服務 就是剛剛前面講提到的一些 從網路拉上 來協助各個收益司 就是咱們去申請執照 這些可以提到的這個 就網路的一點通來 申請這個通路 那這個是從物食品的標示 剛剛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動物保護法22條 第5條裡面的 就是說也不得宣稱療效 那特別強調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那這個是我們也做了一些抽樣 台北市也做了一些抽樣 就是說針對這個食品的安全 去做抽樣的動作 那另外就是這個網路上 可以查到 飛動用藥品的一些廣告的 它分成正面跟負面的錶鏈 這個是供大家參考 因為這個可能跟大家 在臨場受益司 可能是比較沒有什麼相關 只是如果你有開業 工廠這些都比較重要 那今天的那個說明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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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